美国特拉华州陪审团在11号裁定 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 三项联邦枪支控罪全部成立 而这也是现任美国总统子女首次被定罪 拜登当天就回应说 将会接受此案的审理结果 永远陪伴和支持亨特 而特朗普阵营则对拜登以及其家人发起攻击 经过一周多的庭审 美国特拉华州12名陪审员 在经过大约3个小时的审议后 很快做出裁定 认为针对亨特·拜登的三项重罪指控全部成立 其中两项关于亨特在购买枪支时撒谎 第三项是关于吸毒者持有枪支 违反美国联邦法律 这件事是关于判断的判断的判断的判断 亨特最高可能面临25年的刑期以及75万美元的罚款 但由于亨特是出犯 预计他不会受到最高处罚 不过亨特面临的法律官司不止这一期 今年9月他还将在加州出席关于逃税的另一起听审 特朗普竞选团队表示 这场审判只不过是转移人们对拜登犯罪家族真实罪行的注意力 共和党议员则表示将会对拜登家族的罪行继续展开调查 拜登11号第一时间发表声明对儿子表达支持 他指出自己不仅是总统也是父亲 他将会接受案件审理结果 在亨特考虑上诉期间 他也将继续尊重美国的司法程序 而在陪审团宣布裁决结果后 白宫取消了例行记者会 拜登临时决定从华盛顿返回到特拉华州陪伴家人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